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習慣呢 就是到公共廁所的時候 如果看到這種坐墊式的馬桶 可能會在外面鋪上這一層白白的衛生紙 防止接觸傳染 不過現在有專家提醒 這個舉動可能會越墊越髒 他說主要是馬桶坐墊的表面 是沒有這種孔洞的材質 那即使上一位使用者 皮膚可能有一些病菌 但這些病菌在離開之後 幾分鐘就會死亡 幾乎不太可能會有傳播風險 那反而是廁所裡面的這些衛生紙 它會吸收濕氣 而且還會藏污納垢 你拿來電馬桶的話 恐怕會帶來一些反效果 另外我們來看看 有中國遊客在網路上面發文抱怨 說來台灣在訂房平台訂了飯店 但是到了現場卻被取消 甚至當下已經大半夜 他差點要露宿街頭 甚至還報警處理 不過我們來看看他的對話 他的對話 他其實是在星期五晚上的11點47分 他跟那個對方說 我已經預警了 而且你們已經確認了 但是他在這麼晚的時間 才跟對方來做確認 所以對方老嫂就把他的房間給取消 所以其他的網友看到也說 是他太晚入住 又沒有通知飯店 那因此被飯店取消 也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種行動的麵包車 就是車內有一個大層架 而且每個架上都放了滿滿的麵包 有網友最近就拍下了這個照片 PO上網跟大家來做分享 還吸引了超過1.3萬人按讚 有好多人都說這真的好懷念 這個是小時候的味道